《青海大草原》 離開了故鄉三年 樸措重回從小生長的青海大草原 一切都是那麼熟悉 跟著小時候的玩伴 同遊小學校園 兒時的回憶 一股鬧全湧上心頭 這就是我們童年回憶 就只有這滑滑梯還在 小學時的普措 其實就跟一般孩子沒兩樣 但初中之後脊椎嚴重變形 普措的背上 彷彿背負了一座小山 跑步玩耍成了他的奢望 像我們藏區脊椎吃完的很少 就是如果有的話 就是他們也就是很想著 想著就是那種無法治療的那種病 普措的絕望在2016年有了轉機 疼痛患來的睡變 讓靦腆的普措重新找回了自信 在即將前往北京讀大學的初秋時刻 他返回了故鄉 開刀之後 聽說那手術已經成功了 我們都特別開心 感覺就是他重新回來了一樣 感覺什麼都變了 呼吸改變了很多 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樣的 現在走路也不累 然後就是身高 就是特別長高 感覺自己很開心 他們那樣幫我 我也就是傳承這份恩情吧 這位可不可以 那是 那還可以 那是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